我們前面講的是一種,好像用檢驗電荷一樣的 歐卡業的單位證電荷,無限的推動某一種做的功,就成為那種的電位 這是檢驗電荷,每次都這麼做,太費時了 於是我們就發展方法,第一個最簡單的,電荷的電位 電荷的電位是說,我這裡擺一個Q 我現在問,距離這裡R圓的地方有一點 這一點的電位是什麼? 這一點的電位是什麼? 當然我們就是從人永的開始了 我把一個Q-Prum,從無限遠慢慢移到這裡來 Q-Prum移到這裡來 那我如果做的功 我知道,這個功呢 這個功,假如 它是,這個功就是一P 一P,它就等於四P-P-R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它就是這個值 就是這個值 我們就把這個帶進去 它就變成F-P-R X-0 R 乘乘Q 這個就是Q點的電位 但是這個Q一定要是點電荷才能用 你不能說我這裡有這麼大一個Q 總共是Q 這一點的電位 你能不能在這個世界上 不能帶啊 你帶就出問題啊 你這個R層怎麼算 你這個R要怎麼算 你這個R要怎麼算 怎麼算 這麼大一個範圍怎麼算 所以這個是 就是 僅適用於點電荷 你把它適用範圍要記住 點電荷的電位 然後我們再把問題用複雜一點 如果我 空間不止一個電荷在這裡 我有一群點電荷 那這一群點電荷在某一點產生的電位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第一群點電荷 我們就畫 不要畫太多 Q1 Q2 Q2 Q3 三個點電荷在這裡 那我在這裡 產生的電荷是什麼東西呢 電位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可以 看 單獨一個一個做 Q1到這裡的距離 R1 於是它會在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V1 V1 我們單獨有Q1 在這裡 4 I Epsilon R1 Q2到這個地方 的距離 如果是R2 的話 V2 那就等於 Q1 4 I Y R2 N2 Q2 那 同理啊 Q3 到這個地方 的電位 有更多點多一樣 單獨有Q1 Q3在這裡 才是電位 那現在我們要問 這個地方的總電位等於什麼 總電位等於什麼 總電位 總電位 我們知道V是全量 所以它的總電位就是這些 電位的核 總電位 V V就等於V1 加V2 加V3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共同相比出來 4 來 Y0 分子1 拿出來 裡頭我們就寫成Sigma Q1 它有一點像球電場 一群點點核的電場 一群點點核的電場 不一樣 它是這個地方 是 平方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 Ri Univector 那就表示它這個 比頭是 向量核 但現在電位呢 這是 純量核 純量核 這個比較容易做 這是一群點點核 我們先把方法講完 再來舉例 我們再回頭看 如果我有連續分布的電荷 它產生的電位怎麼做呢 怎麼算呢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位 這也有底下我們請求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場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這個物體 來講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這個物體 把它分成無限多個小小的體積 我們就把這個物體 把它分成無限多個小小的體積 它的位置是R' 要求定位的这一点 我们用R 就是R' 那么这个 R' 成为D' 就等于DQ 于是 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位 这一点的电位 我们先用DV 来表示 这个就可以看成点电荷 点电荷的电位 我们不是写过了吗 所以说 DV 它就等于 4P A0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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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2 A1 A3 A3 A1 A2 A1 A2 A2 同樣,如果是線電荷密度的話,還是這一套 不過它是等於Lamina 這個是用七分來做,連續分布的電荷 用七分來做 第四個方法就是由電場求電位 先求電位差,然後再求電位 由電場求電位差,就是我們剛才寫的VH 再來就是 1等於負VV 這個有兩個用處 一個就是,你知道V可以求E 你知道E也可以求V,可以雙向 知道電位可以求電場 知道電場可以求電位 好,那我們現在再看第六個時間 我們把高斯定律 這微分式 拿出來看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那種微分式 對不對 就是這個 現在把E帶進來的 不好拿出來 Diverging of the gradient 是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Lamination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方法 第六個方法就是 我們看最方,六寫到這裡 六寫到這裡 從這裡我們就知道 Lamination V 它是等於負的 Roll over Epsilon 0 就是說你知道電荷密度 知道電場,電荷怎麼分布 你可以求這個V 這個叫Pondone Sequential 然後,如果 Roll等於0 如果這個區域 電荷都等於0 沒有電荷的分布 你可以隨便找一個區 這個區域裡頭 沒有電荷的分布 你看 好 除了 Lamination V 這個區域 要等於0 這個叫做 R 這個是 Pondone Sequential 這個是 那這個是 Pondone Sequential 那麼 第七就是 用這個 寫這個 一個區域 沒有電荷分布的話 它的電位 可以用這個 七個方法 我們 主要的就是 最後 針對這個方法來做 現階段 最最重要就是這兩個方法 我們還會慢慢講 那這些東西 其實在普通物理都接受過 普通物理都接受過 那我們現在來 複習幾個例子 好 我們 先看 這樣的一個 例子 各位都知道 有這麼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地方是 八個區 六個區 有一個 可一個 距離 這裡是 副Q 他們之間的 長度 如果有一定的長度的話 一定的距離 那這一對東西 我們稱它叫做什麼 Electric Diple 叫電歐級 叫電歐級 電歐級 這一對叫做Electric Diple 這對叫做Electric Diple 這對叫做Electric Diple 就叫電歐級 叫電歐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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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歐級 這個很重要 這個電歐級 這個很重要 在現階段 我們會講的很多 他們的東西 好 現在我們來 看一個電歐級 如果我們在空間 在空間 有這麼一個 電歐級 為了方便 為了方便 我們把 我另外再掛 好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距離 為了方便 我們 這個向來叫2A 2A 好 現在我們要求一點 距離它的中心 有什麼心 為 參考點 很大 這個是R 這個 叫做 θ 問這一點的 potential 是什麼 它的電查 是什麼 這是P點 它可以用R 和θ 來表示它的位置 它的potential 是多少 意義 是多少 那你求它的電位 跟電長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做 記住啊 我們求電場 請電場的方法 所謂揚鑽一點 電位有電位的方法 點電荷的電位 一群點電荷的電位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位 然後由電場 然後由電場求電位 等等 7個 那如果兩個都 我們看看 這是什麼分布啊 這是兩個以上的電荷 叫做 一群點電荷 所以一群點電荷 我們也學過 求電場的方法 也學過 求電位的方法 哪一個比較容易求啊 哪一個比較容易求啊 電位比較容易啊 因為電位啊 求電位的時候啊 它是存量 對不對 比較容易求 所以我們就先容易地求 我先求電位 然後由電位來求電查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群點電荷 我們就用這個球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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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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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點和到這裏的距離,我可以把它分寫成 這個不知道,這個量全 它就等於月 正Q 再加上 重Q 這個距離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這個叫做R- Negative 會變成這樣 我們把Q統統集起來 變成4 I A 就是0分之Q R R的距離分之1 減掉 R Negative 距離分之1 現在就是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你要求這個 這個 這個 式子 我們是假設 我們是 R 遠 大於 2A R 遠大於2A R的大小 比這個大很多很多 我這個畫面不夠大 這個畫面 還要上去 那現在怎麼算R 那現在怎麼算R 因為這邊知道 這邊就是A 從這裡到這裡是A 所以這個三角形來說 這兩邊知道 假角知道 我就可以去第三邊 余璇定律 所以我們用余璇定律 余璇定理 我們可以得R Plus的平方 等於 R的平方 加上A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R A 現在我把這個 我沒有覺得是 Up Profit之一 所以 我就把這個 顛倒一下 開平方 再顛倒 所以 這個也顛倒 這個再分五 我就把 R 平方 提出來 因為它開平方 它就 變成 R分之一 R分之一 然後就變成 1 加上A 平方 R R分之一 再簡單 A A R Cosan C R分之一 分之一 我們說過 我們說過 2A要大很多很多 2A 比起R來呢 要小很多很多 這兩項 都比1 來的小 都比1 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把這個展開 展開 展開了就變成什麼呢 1 1 這是-2分之1 再分五 1 加上-2分之1 然後這個 再來我們就不要了 可以用2小時定義把它展開 展開以後 如果這個就變成 2分之1 這裡頭就變成 1 減掉 對 R平方 A平方 再加上 2個2月這樣 R 可是它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看這個 R-2 它是沒有 R平方 加A平方 減掉 2個3的 AR cos I 減C 這個要是 海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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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C 所以它可以 R平方 加A平方 加上 2個3 或者AR 加上C 我們也 跟這個 做法一樣 我們把它 開平方以後 再 點到 下 它就可以 R-1 R-1 照這個做法 這個變成正 這個變成正 這個變成正的話 就是這個變成 其他都還一樣 所以 就變成 R-1 1-A平方 A over 2R 比方 減掉 A over R 3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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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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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A 2-A 1-A B 2-A 2-A B 2-A 2-A dV 2-A 乘cosc Q乘ra 就是这个diple Electric Diple的diple moment cosc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向量 因为diple moment是一个向量 我们通常是把它画为追 所以这个是r 我们又可以认为这个单位向量 rUnivetal 所以p.rUnivetal 就是p的大小乘1 乘cosc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4 i y 0 r diple moment rUnivetal 就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个diple moment 就是这个diple的potential 它的potential 这个有个r平棒 这个r上有个r平棒 这个r平棒 我常常没漏通知 我们想到点电荷的电位 它的分母是r一字方 对不对 diple呢 它的电位分母是r平方 就是说diple 在月圆的话 那是点电它的电场衰减的 没有电偶极的电场那么快 这个更快 那么我们已经求出电位来了 现在要求电场 再由电位求电场 我们有这个 这个是指现在重要的不得了 这个来求 好 那么 那 那么 呢 那 那 那 我们 我们 就可以 把这个 分成 如果是球坐标的话呢 那就变成 parsha v over parsha r 那么 这个可以当做常数 所以它就是等于 2 r 就是 2 2 2 univetal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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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所以,如果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把電場的向量寫出來 Y0RQ,甚至QP提出來 RQ2 cosθ 加上θθ 你求電位,求完電位,再由電位來求電場 現在我們還要問一個問題 他在空間有電場 那麼他的電力線,方采是什麼? 我猜這角度電力線的定義一定要記得 電力線是什麼定義? 這個拆好一點 這個是R 電力線是怎麼畫出來的? 這條線就是電場的方向 電場都在它的切線方向 位移也是在切線的方向 他的disclacement也是在切線的方向 DL也是在切線的方向 那現在呢 我們都把兩個向下都分成 這個是在R方向上的 這個是在R方向上的 這個是在角度方向上的 這個大小 可以選擇 這個大小 所以這個大小 這個是位移的兩個分量 這個是位移的兩個分量 那這個是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 或者是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 是相似的三角形 對應編成比例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 r over d theta 要等於 dr over r d theta 那我們r和 d theta 帶進去 r是這個東西 r 就是說 這個下 比上這個 這個都消掉了 對不對 那它就變成什麼 等於 2 cos theta over sin theta 好 好 現在我們 我們就把這個 r d theta 要等於 兩位的 cos theta d theta over sin theta 這個就變成 這個就變成 natural prism r 這個就變成 負的 d theta 所以它是 等於 負的 兩位 log sine theta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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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 常數 加一個 常數 這個常數 我們就把這個 調過來 就變成 log r 加上 log sin 平方 c 調成 log c 這個就變成 log 這個就變成 乘上 sin 平方 c 要等於 log c 於是 我們就有 r sin 平方 c 要等於 c 這個就是 電力線的方程式 電力線的方程式 有很多書上 都是用這個 作為封面 作為封面 我們稍微 看一下 對應一個常數 就從c給一個值 它就有一對 這一對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畫得不好 是 它 因爲 這個是 c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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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濱線 正瀑濱線和負瀑濱線都一樣 都一样 这画得不好看 你可以看看书上面 这个就是电力线 还有电位 如果说有一条线 上面的电位都相等 这个叫档位线 equipotential line 那么如果是一个面上的电位都相等 叫做equipotential surface 叫档位面 如果一个volume的电位都相等 像这个表情 这叫做equipotential volume 等位面跟电力线有一个特点 等位面跟电力线 就是说处处都要平址 都成正交 等位面跟电力线处处平址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证明一下 为什么等位面跟电力线处处垂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画出一组 这个都垂直 这个也是一样的 从这里画 画一个 我画得不好 这个下面有 这个垂直 我画得不好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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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个 没有 析头的任哪 就是等位面 让印哪 這是電力線